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是全能的主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是创造万物的主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是医治我们生命的主 阿爸父啊 让我们今天的早晨 在这来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敬拜祢 我们一起透过祢的话语来思想 主恳求祢打开我们的心 在这安静我们 让我们能够好好地从祢的话语当中 明白祢的心意 阿爸父啊 可去祢带领着门徒 无论是讲的 无论是听的 我们都恭恭敬请了 向祢阳光 向祢交托 愿祢在我们当中 彰显为祂 以耶稣基督的名望 向祢阳光 向祢交托 阿们 门徒得医治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 从这个雪漏的妇人 来看这个信息 这个图 我们常常说 我们认识的上帝 它是一个全能的上帝 但是你同时间不要忘记 祂也是一个医治的上帝 虽然好像在福音派当中 我们觉得好像 我们比较少会说到 关于耶稣 祂行这些医治 然后赶鬼这些的事迹 觉得好像碰到的时候 好像是比较灵恩派的样子 其实不然 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灵当中 的的的确确 他有行的这些的神迹 他的的确确当中的时候 透过这些的神迹 来彰显他自己的全能 来彰显他的神迹 所以你要记得 当你看这些神迹 其实耶稣基督所行的时候 它的重点不是在于 这些的神迹上面 它的重点在于 耶稣基督是 施行神迹的海域的主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记载 是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记载 他一开始的时候 在第25节 马可福音5章第25节的时候 他提到有一个女人 晃了12年的血漏 在好先一身手里受了血漏的苦 又花尽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并是反倒更重的 这个的记载呢 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三本福音随面 同样记载的 但是呢 在马可福音里面 记载的最详细 那耶稣基督 他有一次的时候 如果你看上文 你看之后的时候 他是在 那一个时候 非常忙碌的时候 到一个地方 到那边的时候 然后许多人拥挤着 想要去看耶稣基督 许多人拥护着他 到那边 第24节的时候 如果你看三面节的话 耶稣基督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着他 拥挤着他 那个场面 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场面 在那个背景之下呢 有一个人 突然出现了 这个的女人 出现了这个女人 是患血漏的这个人 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 所行的这些的医治呢 特别是提到他 医治的工作的时候呢 是不容忽视的 至少有是 弃种不同的医治的方式 他医治的那些 瞎眼的 瞎眼的 然后耳聋的 然后鞋腿的 哑巴的 然后还有好多 这个患癫痫病的 然后包括这个 血漏的妇女 然后还有中风的 他有很多很多的 他医治了一个 一个的医治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 彰显出一句 基督神性的一个事件 这个的妇人 她到底是谁呢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不晓得 圣经没有记载她的名字 她或许是一个外邦人 她或许是一个 优太女子 如果她是外邦人的话 情况还比较好一些 如果她是一个 优太女子的话 她换了这个血漏的病话 会更加更加的欺惨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的妇女 这个的女人 不晓得她几岁 她可能是一个很 在曾经是一个 花样年华的时候 校园当中 很多的少女 像很多的这些人 很爱打扮 然后对面来充满着 这个的憧憬 有很多很多的盼望 但是游天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自己换了这个的血漏 我一晃了就晃了12年 这个血漏是什么呢 血漏是一种 一种的病 就是姐妹女孩子 她们每一个月 会来吃的这个的月经 在来月经以外的时间呢 然后继续有这个的血漏了下来 是一个不能够被停止 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且呢 如果严重了一个地步呢 它可以是血温 不是血可以混下来的 所以呢 这个在医学的角度来说 而且那个是 2000年前那个时候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痛苦 对这个的女孩子来说 对于这个血漏的妇女来说 她的身体上面 受到了这个的煎熬 你想想 一直这样 血不停不停地 这样流下去 然后可能会停 但是孩子不断 12年几乎 这样不间断地 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 对她来说 她的身体上面 是一个受到很大的伤害 一直晃了这个的疾病 而且呢 一直这样流血的话 会贫血 对她身体来说 她受到很大很大的煎熬 不单单只是身体上面 受到这个的煎熬 她的心灵上面 受到更大更大的煎熬 为什么呢 如果她是一个 优太女子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在优太的人来说 在立位纪第15章 会提到这个东西呢 如果一个人是 患血漏的话呢 如果患血漏病的话呢 这个的病 跟这个的 跟这个的麻风病 是同等级的 表示呢 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到一个 怎么样的地步呢 是每一个人看到她 觉得你不可能去碰她 因为你碰她的话 你本身也变成不洁净的 在优太人传统里面 一个患血漏的女孩子呢 如果她碰到一些东西 碰到一些瓦器呢 碰到一些陶器呢 摸到了之后呢 这些的碗底 那些陶器呢 全部要被打破掉 因为已经是不洁净了的 如果碰到一些木质的东西呢 木器呢 然后这个木质的东西呢 你马上拿去洗 洗了之后呢 才可以被使用 然后这个血漏的负能 而且呢 不单单是她知道 而且是她身旁的人都知道 哇 这个人患了血漏 她很不洁净的 每个人看到她说 躲避她 都不想跟她太洁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是血漏的妇人 因为呢 这个人是不洁净的这个妇人 所以她是被 他是被隔离的 是被 被人群那种隔离的 如果她有亲人的话 如果她有这个的丈夫的话 不晓得她有丈夫 如果没有丈夫的话 可能还比较好些 如果有丈夫 她有孩子的话 她的丈夫就不能来行进她 她的孩子会觉得她很麻烦 为什么呢 晃了十二年的血漏 而且呢 接下去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接下去的时候 她这边提到说 第四 二十六节 好些医生 她不是没有去看医生 她看了好多好多的医生 但是呢 在医生手里呢 受了许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的所有的 让她一点也不见得更好 反而病情更加更加的严重下去 如果你生病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家人可能朋友还会比较关心一点 然后呢 可能可以尽量地帮助 但是你一病再病 然后不断不断病 然后花尽了这些家常的时候 哇 开始人家觉得你很麻烦了 而且呢 又觉得好像你被隔离的样子了 然后你想象那个血肉那个的妇人 她身体上面受到了很大很大的煎熬 因为她是一个患血肉的 她不能够出去做工 她是不洁净的 没有人会请她做工的 她一生的继续呢 怎么办呢 看病啊 看医生啊 然后可能是看些中 看些西医啊 看得佣医啊 看得好不好的医生 一直看看不好 看不好看不好 看医生又很花钱的 然后听到那边有个医生跑去 然后听到那边有个医生又跑去 花了好多钱 一生的继续 用得七七八八的 她又没有人依靠 她又没有这个心灵上面的依靠 而且这个钱上面呢 又花了七七八八的 几乎没有钱的 那怎么办呢 家人可能又隔离了她 怎么办呢 社会的群体又隔离了她 认为她是不洁净的 她该怎么办呢 她该怎么样去活下去呢 她的生命当中还有盼望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耶稣基督碰到这个的妇人之前的时候 这个的妇人 她的生命 几乎是来到一个尽头 几乎是完全没有盼望的 在身体上面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尖刀 在心灵上面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创伤 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得不到任何的安慰来的 而且她所持在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信约的那一个时代 就算她不是犹太人 她是外邦人的话 你想想外邦人 她说觉得 应该是觉得好像 如果好像今天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起在那边吃饭的时候 哇 华人吃饭嘛 华人吃饭的时候 喜欢就是在一个桌子上面 然后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share 一起来吃 一起来吃 然后突然间 有个人放下筷子 她说 其实大家 我是 有艾滋病 留学的怎么样 就觉得爱有问题啊 艾滋病反正只是透过 只是透过血液啊 然后透过这个性关系啊 这些东西嘛 一起吃饭嘛 口水是不会传染的 对不对啊 医生 都爽是吗 口水 不会传染的嘛 为什么 你马上 会开始 警惕一下 会会开始 觉得好像 就算是21世纪的警惕 你想一下 如果是2000年 进来一个时代 医学不太 知识不太丰富 他们看到一个血润的 哪里知道 我有天我跑过去 我的女儿跑过去 摸她 想 那女儿有血润了 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都 各自她 受到很大很大 心灵创伤 谁能够安慰着她 她的丈夫嘛 如果她的丈夫的话 她的孩子嘛 她的亲戚朋友嘛 她的父亲嘛 如果有这些 撒泡的话 他们能够帮助她吗 社会能够给她什么东西 医学的角度 不可以给她什么东西 心灵上面的窗上 高地上面的窗上 顺利给她的关注 她能够坚持地继续12年 她继续前面的道路 她该怎样走的 来到一个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突然间 她听到了一些事情 她听到了什么事情 第二十七节 她听见 关于耶稣的事 然后从后头来 然后就拥挤在人群那中 摸耶稣的意上 她听见关于耶稣 这个事情 她听见关于耶稣 什么事情呢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 那个的时候 就知道耶稣 医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人 赶出了许许多多的鬼 她可能 或者是人家告诉她 或者是她没有办法 一直想要知道 如果你身体上面 患病的话 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患些比较严重 比较长期性的 这些的病的话 你怕的话得到医治 然后一直不能够得到医治的时候 太desperate的时候 你会用任何的手段 盼望能够得到医治就是了 不管用任何的手段 不管去打听啊 旁门左大娃 然后找些的偏方啊 就是盼望之前 能够得到医治下 肉体上面能够得到医治下 让我跟正常一样 像这个的学路的夫人 她也是如此 她应该是不断打听的时候 听到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她觉得不得了 这个人是叫耶稣 而这个耶稣呢 今天的时候 可能会到我们这一群来 而且呢 她之前呢 听过太多的事迹 她是瞎眼的看见 是绝对的行动 是耳朵的能够听见 是哑巴的能够开口讲话 听见太多这样的事情呢 她说 或许这个人 她也能够有能力 医治这我 虽然她不知道 耶稣就是那位的上帝 虽然她不知道 耶稣就是那位全人的主 但是 她存着这个的盼望 她听见了之后 她的信心 就产生了这个的回应 听见了 她盼望去认识 盼望去知道 所以呢 她就去到 那个 她的村子那边 她就出来 她出来的时候呢 当耶稣基督经过的时候 有许许多的人 拥挤着 耶稣基督 就好像这个时候 明星出来的话 哇 很多人拥挤着她 但是明星现在还比较好 因为很多伙地盖在旁边顶住 你想像那一场 耶稣基督 难道有十二个伙地盖在旁边吗 十二个使物在那边顶住她吗 那时候情况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拥挤 然后耶稣基督 这个的挣扎 然后你想像这个的血肉的妇人 她是一个忧太人的话 她怎么可以碰到别人呢 一个血肉的妇人 连碰到的东西 然后马上拿去洗 马上拿去打破掉 何况是如果她碰到你的话 怎么办呢 所谓犹太人他们知道 血肉的妇人需要被隔离的 而你做的 有一个血肉的妇人 就好像麻疼病人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不可以去摸其他人 这个是在律法上面 是不容许的 因为你摸其他人的话 你犯罪了 你犯了这个人调罪了 你这不结晶了 你这不可以去摸那些结晶的人呢 但是这个血肉的妇人 没有办法 妇人没有办法 他想要去敬耶稣 但是想像他这一大群人 人为这耶稣基督 就在中间可以 怎么办呢 他应该要伪装自己 围着那个头啊 不可以让人知道 原来我就是那个血肉的病人 因为我走的时候 在拥挤的人群里 我一定要挤进去吗 我挤人的时候 甚至会碰到其他人 如果碰到那个人 知道原来我就是 放血肉那个的病人的话 他们全部都会气得半死 可能会把我打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不结晶的人 我居然去亲近这些 结晶的这些人 而且还拥挤着进去 你想想他 断不断挤进去的时候 他心里面那个的渴望 他就是怕能够去 他不是盼望能够 耶稣基督这样 能够好像 只是好像什么 这样移植他 他盼望就是能够 摸到耶稣基督的遗伤 他就是这么的渴望 他心里面怎么样说呢 二十八节 他就盼望能够摸到遗伤 他心里面想说 我只摸他的遗伤 就必全愈 他相信耶稣基督 有这个能力 他说我就是盼望 我不喜欢他行任何东西 我就是盼望能够 摸到他的遗伤下 原来要摸到他的遗伤下 就可以了 我就能够全愈了 他的信心是如此的强烈 他就是如此的 转一转一转一转 很痛苦 而且很挣扎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 给人家看到 他是谁来的 一方面又躲躲藏藏的 然后呢 身体上面又很虚弱 换血肉的 然后身体上面感到很虚弱 又是贫血的 你想像在人群上 哇呼吸又很过难 他还要一直挤呀 一直挤呀 拼命地挤呀 然后挤呀挤呀 然后看到很靠近耶稣了 被挤出来 也要继续 然后好多人伸出手 然后摸到耶稣去对耶稣 那个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 那个的过程 对他心灵上面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 如果摸了之后 这个耶稣 他的意想 不能够依视着我的话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还有别的希望吗 这最后一个稻草 最后一个的希望都已经灭完了 我怎么还能够呢 难道我要寻死了吗 如果不小心给人家看见 如果我急的时候 这个不小心 这个 不小心给人家看到我的脸 看到我是谁的话 那么我怎么办 我怎么能向你家交代呢 我是不是再也不能够这边存活了呢 人家是不是把我赶出这个村子呢 我该怎么样子呢 但是他还是坚持的 不断不断的 当然就用摸到耶稣去的土 一上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改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对我们的信仰来说 也是如此 当一个人听道的时候 他的信心就做出 圣经有一句话说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你信的这个道 是因为从听道而来的 那这个雪洛的夫人 他有听道啊 他只是听到耶稣基督嘛 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道 那他信心怎么样能够产生这个的回应呢 这个就好像是 这是不同信息的层面 就好像是今天的人 我知道 我相信有一个人 我相信上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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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听过道啊 听过耶稣基督的道吗 听过圣经的话语吗 听过这些的讲道吗 没有 但是我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 我的信心 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 然后呢 他信心就产生了一个的回应 我要去听一听 要去明白一下 关于这个耶稣 他到底是一个整个神 我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要去明白 所以他就去听道 听了道之后呢 产生了这个信心的回应 就是让他能够认识 就好像这个血罗的夫人一样 他开始的时候 他的信心只不过是一个相信而已 但是呢 当他去到 当他摸到耶稣基督的意想的时候 他整个信心完完全全的被改变了 改变在于什么地方呢 改变在于第28节 他说他盼望摸到耶稣基督的意想 就能够得全域 29节 于是 当他摸到那个的时候 于是 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当他摸到那一刻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 自己血漏的源头 死出了 突然间干了 那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对他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十二天来说 不间断的这样子 而且呢 不断继续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 摸到耶稣基督的想 就在摸到那一刻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血漏的源头 突然间干了 是不是那个时候 你想一下 如果那个时候 想一个比较 可能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画面 会不会他继续在 挤在人间当中的时候 他的血漏还是不断在漏下来呢 如果他不断在继续漏下来的话 你想一下 他所承受的一个羞辱 然后又不好时给大家看到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在摸到那一刹那之间的时候 他的血漏的源头 突然间完全干了 而且他突然发现 自己完全的好了 好了一个的时候 哇 突然间 我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但他心里面 会不会有另外的挣扎 会不会是这个时候 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 又继续漏下来 哎呀不要管这么多了 反正最重要是这个时候 我停了 然后没有人看到我 也没有人知道是我 然后耶稣也不知道是我摸了他 然后呢 趁着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 让我偷偷地跑掉 没有人知道 至少让我今天 哎 至少我今天没有血漏 或许如果幸运的话 明天后天也不会有血漏 会不会一直都久 不知道 但是重要是 这个时候我血漏停了下来 然后也没有人认出 我想要偷偷偷偷地跑掉 但是耶稣基督 是让他就这样走掉了吗 第二是第三世界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 说谁摸我的衣裳 耶稣基督摸他一个手 我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 然后突然间他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那门徒怎么样说啊 你讲什么东西啊 这么多人围在你旁边 挤着你挤着你 说谁摸我的衣裳 很多人摸到你啊 而且耶稣基督说 不是说谁摸我 是摸我的衣裳 有人摸你的衣裳 你会知道的吗 碰到你的衣裳 可能你知道了 现在如果很多人走来走去的话 你衣裳在动的话 有人摸你的衣裳 你会知道谁摸我的衣裳 有人摸我的衣裳 你会知道谁摸我的衣裳 你会知道谁摸我的衣裳 你会知道自己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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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有人摸你的衣裳 你试试看下后面一个人 你去前面一个人的衣裳 你不要他妈知道 他可能完全都不知道的 但是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知道呢 他转过来的 是不是说耶稣基督 他不知道有人摸他 到底是谁 他在问 是谁在摸我的衣裳 他在问这一次吗 难道他是指他 耶稣不知道 谁在摸他的衣裳 让他感觉好像有人偷掉了他的能力 让他觉得是谁 他要找出来 是谁摸他的衣裳 是这样子吗 不是 反而更正确的 讲出什么意思呢 表示他就是爱与的神 他是全职的神 他知道这件事 他知道有人摸了他的衣裳 他知道有人 从他的身上 得到了这个的衣裳 而且呢 他继续怎么样说呢 他继续 第三十二节的时候 耶稣四周光万 要看 做这世的女人 很清楚的知道 耶稣知道 这是一个女孩子摸他 他那女孩子摸的时候 摸你的衣裳 这个是男孩子摸的 这个是女孩子摸的 你分别得出吗 他要带出什么东西呢 带出原来耶稣基督 他知道是谁摸他的衣裳 因为他是全能的那位上帝 他是全职的那位上帝 他底里却却知道是谁 为什么他要问呢 他居然知道的话 为什么他明知故问呢 然后他吃饱 没有事情做吗 然后他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 就是要 要拼命 就是要把你摆上这个台 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的信仰 我信耶稣 我私底下 我相信耶稣就好了 为什么我还要公开 承认我相信我的信仰 为什么我还要让众能知道 我是基督徒 难道我自己做一个基督徒 不可以吗 反正耶稣基督徒 跟我自己的关系 我们之间就是一个 很intiminal relationship 就是很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是我跟神 我相信神就是吗 为什么我向别人交代 为什么我跟爸爸交代 为什么我跟其他人交代 为什么我还要向众人交代 我相信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相信了 为什么我要在众人中间 做这个见证 为什么我要公开 做这个见证 为什么 耶稣基督 他从来没有要一个人 跟随他的时候 是暗暗的 就是私底下一个人 来跟随他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当我们跟随着他的时候 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群当中 使众人可以因众人的行为 把荣耀归给三名 当一个人 接受耶稣基督徒 做你个人的救助的时候 当你称之神 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你有这个的责任 你有这个的身份 这个的身份 不是一个很卑微的身份 这个的身份 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 这个的身份需要被公开的 这个的身份 不能够随随随 躲在那边 我暗暗的 这是基督徒 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 最好了 所以我做一个什么事情 人家不会用基督徒的眼光来对待我 人家不一无其为 为什么今天 今天早上 你没有去做礼拜呀 为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还是这样 你还是这样 因为别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只要 自己相信耶稣基督 就可以 上帝从来不接受 这样 上帝要求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助的时候 当你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之后 你成为一个心脏的人之后 你在人群当中 需要好好地表明你这个信仰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的来的 然后呢 信道你必须要行道 你信了之后 你还要把它行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耶稣基督会问说 是谁摸我的衣裳 不是表示 他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 而是更强地表示 他知道是谁摸他的衣裳 他就是要这个女孩子 站出来 说是我摸你的衣裳 为什么这样子呢 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呢 他知道我们很担小 很低迷 很不好 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为什么他就是要逼我出来呢 主要我就是不喜欢 我在背后里面 默默地服侍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把我摆上台 为什么他 众人都知道我是耶稣徒 然后变成我没有办法 然后我一定要过这个时候主日 然后十一奉献 为什么你要逼我 逼到这个地步呢 难道我私底下做一个基督徒 不可以吗 为什么你就是要逼我在众人面前 做这个见证呢 如果人家知道是我 我这个的头巾一拿开 便能看到 哦 是一个换血流的妇女的话 他们气得放死了 我挤在人群当中 他们会紧张 主让你不要让人家知道是我 主让你不要让人家知道是我 我把耶稣基督说 是谁摸我的意识 主让你不要让人家知道是我 我最后手不要把 耶稣基督没有放弃 继续看来看去 是哪一个的女孩子 是哪一个的姐妹 难道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不过他盼望我们 主动的站出来承认 盼望我们主动的站出来 做出这个回应 为什么呢 因为单一个人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 虽然你有乱落 虽然我们都有这个不好意思 在做人面前做见证 虽然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很可耻 我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吗 我需要去传福音 我需要向我的朋友 来讲这个的福音 但是我就是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然后耶稣基督说 不 耶稣基督说 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 我们都要去传福音 但是主要我就是不好意思 耶稣基督说 还是继续不断的提醒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盼望我们能够 因着他恩典的缘故 主动的做出这个的回应 他不强迫我们 当时呢 他是给予我们的恩典 他让我们知道 原来他的恩典 是比我们这一切的困难 来得更加更加的大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能够过一个 更成圣的一个生活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能够在人群当中 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 虽然是要把自己 把我关出来 虽然是要把自己的软弱 傲露出来 但是呢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是够能够用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能 这个学的路徒 在耶稣基督这样摸着之后 哇 没有办法 然后文徒在那边讲 说 你怎么这样说 很多人挤着你啊 你怎么能问说 谁在拥挤 是谁碰到你的理想啊 是谁碰到你啊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耶稣基督不管 耶稣基督就是知道 他就在那边忍着 是谁 他就看了看去 全部都在 是谁是谁 是谁摸了 然后耶稣又形成神器嘛 是谁是谁是谁 哇 来来来 这样子子无论 再讲了很多人说 图兰节 那个时候 第三十三节 那女子知道 在自己身上 所沉的事 就恐惧 站进 扶负在耶稣面前 将实情 全部都告诉她 应该不是马上的 等了好久 不要 不要把耶稣基督 赶快你继续走吧 该走 还不走 还不走 没有办法 隐瞒就下去了 然后 很恐惧 很张静 为什么很恐惧 张静呢 把头去拿下来说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那个 换血肉的 那个不接近 那个妇人的 就像今天 急在我们当中 哇 实在是 啊 你不到 就像做出这样的事情 很恐惧张静 然后 而且感觉 至少是偷了耶稣 那很厉害的 我又没有跟他讲 我是摸他一下 我相信能力从他那边 他 当我得到这个的遗致 当时呢 我摸他一下 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向他搅拌 很恐惧 很赞紧 然后这个女孩子呢 她恐惧地 俯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她不是跪下来 俯复是整个物体 都去 拜一下 我怎么办 我就是 救救就是我 我刚才摸了你的衣裳 你知道吗 我是花了十二点的血路了 花了十二点的血路 我身体上面 花已经很软度了 已经缺了 很多东西 拼血了 而且呢 我现在又没有钱了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去看医生 医生 医不好我 而且我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呢 身旁 没有人能够帮助到我 然后别人 把我搁地 你看我怎么办 我就是没有办法 这样我才来摸一摸 把事情告诉耶稣 就那一个时候 耶稣基督怎么样说的 耶稣基督 责备着他吗 耶稣基督 怎么样说的 他对他说 女儿 他是告诉他说 他是一个很奇名的 他不是用责备的法 他说 女儿 你的性就有了你 平平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 全余了 你的灾病全余 是给他一个 很大很大的assurance 为什么耶稣基督 就不让这个妇人 平平安地 就这样走 就是了 为什么不让他 偷偷摸摸地走 就是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 揪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 站在人群那种 来这样问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妇人 站在众人面前 来公开的这样 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 说 就叫这个妇人 腐腐败我这样 让别人知道 你看我的能力 是何怎么强 是这样子的吗 不 为什么耶稣基督 要这个妇人 公开的来承认 他自己的身体 得到了这个的医治 有好几个的方面 第一方面 他是要让这个妇人 知道 原来 你不是这个的时候 得到了这个的医治而已 你不需要当心 明天的时候 你的血肉又会来 你不需要当心 一个星期之后 一年之后又会回来 你不需要当心 所以耶稣基督说 你的灾命 已经全力了 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全力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当心 你不需要再偷偷摸摸摸 第二个 为什么耶稣基督 要让这个妇人 在众人面前 来公开 来这样承认呢 因为他要让众人都知道 这个的妇人 从这个的时候开始 他已经不是这个的不洁净了 他已经完完全全的 得到这个的洁净了 如果这个的妇人 自己回到家里 就会发现 自己已经全力了 他要跑去跟谁讲 别人怎么会相信他呢 如果别人相信他的话 你哪里得到这个的全力呢 他怎么办呢 那一天我挤进去 耶稣基督那边 你们很多人在那边 我挤进去 哇 别人会气得半死了 他要让这个的妇人 能够得到这个的公开 这个身份 他要让众人知道 这个的妇人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不需要再排阶 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 得到这个的全力了 他是要让这个妇人 得到完完全全 这个的被肯定了之后 能够站在人群那中 能够好好地看到 自己的身体 已经得到了一致 能够得到众人的 这个的接纳 不只是如此 难道耶稣基督 只是在乎 这个人肉体上面 这个的需要吗 难道耶稣基督 只是在乎 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呢 我们身体上面 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那身体上面的软弱 来到一个的痛苦 到一个的地步的时候呢 很容易使一个人 引起一个人的绝望性 但这个人得到 好像完全失去了 这个的盼望 这个是很容易 很容易引起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生病是很严重的时候呢 你特别陪伴 在他身边的话呢 他会特别特别地感激你 他会特别特别地 就是相信着你 就是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在生命当中 没有人能够帮助的时候 你就是他那个的帮助 很可悲的 基督教的 今天的基督教 就让人走了这个的方式 今天的基督教 尝试去关心别人的时候 尝试要把人 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 却不是把他带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用什么的方式呢 用很多医病 感鬼这些的方式 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病 透过这个步道 透过这个医治大会 这个全能步道大会的时候 得到了这个医治 哇 好像很精密到上去的痕迹 然后呢 这个人就对基督教 从此死心塌地了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的 耶稣基督 不是要把人带到教会里面 不是带到他的面前来 那耶稣基督在这边 说了这一番话的时候 难道只是要医治 他的肉体上面的需要吗 如果只是要医治 这个妇女肉体上面的需要的话 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转回来 继续走就是了 因为这个妇女反正都得到医治了 这个的妇人 她的信心 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信心 那时候很奇怪的 耶稣基督基督 居然在这边话说 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你的相信 因为你的信心 这个信心就能力 但是这个妇人的信心 是一个正确的信心呢 如果今天我们来看话 如果我们今天来做出这个批判的话 这个信心是一个正确的信心呢 首先 他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道 信道不是什么提到的吗 他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道 第二 他的信心是一个很不完整的信心 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呢 是一个很迷信 是一个很神秘主义的信心 就是盼望能够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下 就能够得到医治了 就像今天的时候 提到说 这是耶稣基督的骸骨 你摸到耶稣基督的骸骨之后 就可以得到医治了 这个是耶稣基督所用过的手铺 然后呢 你可以摸到了之后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耶稣基督所 留下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变成了一些圣物 哇 然后这些圣物好像变成了基督徒 所崇拜 第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神秘性 有神秘主义的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吗 不是 这个信心不是建基于真理上面的信心 真理上面的信心 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 祂还为你持 祂还为主 使你复活 祂当当了你的罪 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能够得到这个永生 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信心 但是这个的妇人 过去的时候 只是封闻过耶稣基督 所做的这些事情 祂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死了 然后加满于复活的这些事情 祂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祂根本也没有机会听过这些东西 祂也没有跟耶稣基督对过话 祂也没有跟随着门徒 祂的信心 怎么能够救了祂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说 女儿 你的信 救了你呢 难道不是因信成义吗 祂这个信心怎么办呢 祂怎么样做出这个的归因呢 祂的信 美在什么地方呢 是什么忽略到的呢 祂的信心 它美在什么地方 祂的信心怎么能够得到 耶稣基督的成长呢 因为祂不知道那是信 祂信了之后 祂好好地去注意 听别人所讲的 别人所讲的 祂产生这个信心之后呢 祂做出了一个的归因 祂具体地做出了这个归因 有这个行为上面这个归因 祂愿意不只是听到 而且可以信到 愿意主动地来到神的面前 就像今天 你知道有耶稣基督 你知道有上帝 你可能听过 当时你不一定把这个道行出来 你可能不愿意 不成 自己主动地 用你的行动 把这个道行出来 行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接触着祂 来盼盼祂 来依止着你 你只是知道 你只是相信 我相信啊 我相信我相信 当时你从来没有踏出 耶稣基督说 信住了你 因为这个妇人的信心 祂不单单是听的 祂不单单是有这个信心 祂愿意主动地用信心 用行为来回应祂的信心 来走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美很美的 这个呢 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基督徒所缺乏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知道 谁不知道我们的神 谁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 我们的神是全面的神啊 谁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 我们的神是可以大行其事的 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 我们的神是 战士的死亡的权势 即使你坐在全副山里的油边 有一天的时候 会再来审判活人之人啊 每一个星期 你死都信任了 我相信我相信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This is my confession 你不断不断地在 confess你的这个信仰的时候 你一直相信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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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你真的是如此的相信吗 可能在理性上面来说 你是相信 可能在神学上面 的知识上面来说 你是相信 我们是相信 但是呢 却从来不愿意 或者是很少愿意 把这个道行出来 只是信道而不行道 像雅各所说的 信道需要行道 如果你听道 你信道 你却不行道的话呢 信心没有这个行为 是什么 是死的 你有这个信心 你有很强烈的信心 但是你从来没有这个行为的话 你这个信心 你是死的信心 这个信心有什么用呢 倒不如像这个雪楼的妇人 虽然他的信心不完足 不过他的信心 是一个有行为 称托出来的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 更能够得到 上帝的喜悦 而这个信心 在不断不断不完整的信心 在用这个行为 来彰显出来的时候呢 他的行为 可以继续地 称托到信心的时候 让他信心 越来越完整 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悲的 我们基督徒 一旦面临到这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神会为我们开道路 Go Go 唱得很大声 但是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相信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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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相信它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吗 它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吗 空海它能够开掉 这个时候你走到这个水沟面前 我要怎么样跨过去呢 不可能我跨过去了 你相信吗 你相信圣经有没有话 我相信 我相信 甚至要你讲的话 可能你都可以讲 可能要你带查听的话 你可以很 爱也不常了 可以很 好好地把它带出来 但是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的信心能够变成 你的行为的一个掌心出来吗 这个学乐的夫人得到这个医治 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 不是因为他的信心是合得的强烈 而是在于 他的信心有他的回应 他愿意主动地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挣扎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兄姐妹 你真的相信 圣经在掌权着 当你的功课 碰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明天行一个设计师要开课了 我不晓得你们的成绩 不晓得所有人的成绩 可能你觉得非常的好 可能你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 可能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可能呢 你在那个边缘当中 然后接下来一个设计师 怎么办呢 又要一个设计师 又感到很困难 很困难了 你还靠着怎么样地球去吗 还是拼命每天自己努力读书 读书 小组不去 然后团体不去 然后真的大组 然后全部都不去 崇拜也不去 就就是因为我要读书 要读书 但是你只能说 我相信神会开道路 我相信神会开道路 你的信心有行为你的称托吗 你既然相信神会为你开道路 为什么你去不愿意 好好地把它张进去了 在圣灵当中 提到信的时候 两方面 第一方面 他提到说 罪人必因信成义 对不对 他说每一个人 一个罪人 一个还没接受耶稣 基督徒人是没有盼望的 或者是不晓得自己的盼望在那里 是一个很忐忑 是一个没有盼望前面的道路 对死后缺乏的盼望 对这个生活当中 很多缺乏这些东西 感到很绝望 但是这个罪人 因信成义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他能够从一个罪人的身份 转向成一个义人的身份 这个我们很多基督徒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经历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信徒 因为 we justify to fail 因为信心的缘故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徒 我们成义了 但是问题是 圣经除了提到罪人 因信成义之外 他还提到另外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他说 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个是我们很缺乏的 今天你成为一个义人 你罪人因信成义 成为一个义人之后 是不是表示 stop在那边呢 这个是一个 就是一个得救的过程 但是前面成义的过程 怎么办呢 义人必因信得生 是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太缺乏了呢 是不是我们太缺乏 关于义人必因信得生 什么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已经有了这个耶稣基督 在你的心里面 你已经相信了 这个创造的主 与你同在 这位全日上帝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这位神 就是你的神 就是你相信的 他会为你开导 他会带领你的 但是我们这些义人 是否有因着这个信心 而继续得生 是否在前面到的时候 凭着信心来过这个生活呢 那你软弱的时候 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 仍然会继续保持抗争呢 还是你觉得 我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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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怎么帮我失恋了 怎么帮我失恋了 好像完全这个世界崩溃的样子的 然后你失恋了之后 神不在了吗 然后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上帝就不在了吗 然后你碰到很多很多挫折的时候 上帝就 失去了吗 所以没有办法 我还是相信 我还是相信 我还是生气 他是一变 我还是生气 我喝很多酒 我还是生气 我还是生气 把自己关罪了 我还是相信 他会很颓废的生活 你相信的话 你就应该站起来 好好地 凭着你的信心 彰显出 用你的行为 彰显出你的信心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太多的时候 我们对圣经人认识 然后更加认识圣经的时候 我们居然把圣经 只是停留在 然后孩子成名里面 我们这是孩子停留在 罪人必因信成义的观点 我反正相信了 我信得耶稣基督 我已经成义了 我已经有了这个信心 我有了这个信心 但是呢 接下来 罪人必因信得生了 你成乘了多少呢 不可能啊 我这个的罪 不可能能够胜过的 怎么办 怎样能够胜过 一人必因信得生 怎么办 我的这么软弱 我身体上面的病痛 就算病痛有点 一致不好的话 但是神还心里痛在 你仍然能够都相信吗 能不能够在挫折 在软弱的时候 在碰到很多很多的苦楚的时候 继续坚持这个信仰 继续好好地持守住 你所相信的 不随随便便 做出这个的妥协 一人必因信得生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之实 为什么耶稣基督说 女儿女人信救的女人 不是因为这个妇人 她的信心 是合得完美的 她的信心是一个 支离破碎的信心 她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 她不知道耶稣基督 神人恶性的事情 她不知道耶稣基督 救赎性这些的事情 她甚至相信 没了耶稣基督的意想 她就能够得救 她这个信心 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个信心是一个很大很大 子女的问题 但是耶稣基督说 No 她的信心救了她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看她 信心的这个品质 是这个怎样的 她在乎的是 因为这个妇人 她的信心 是一个愿意 虽然我知道 你很有限 但是在有限里面 她把它maximize 行出来了 如果你要认识 好好认识 关于耶稣基督的信心 求一辈子的时间 我们都不能完全认识 是不是我一定要 完全认识之后 我才开始行出来呢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可能呢 所以就在于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多少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缺乏 对神人还是有很多的偏差 还是有很多的不认识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因此表示说 你就可以 就不需要把信心行出来了 你知道多少 你就好好地把它信出来 所以 一人比应性的神 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 耶稣基督对这个雪楼的妇人 说了这一番的话之后 有帮助到这个的人 帮助到这个雪楼妇人的救恩吗 没有啊 这是医治的肉体 都没有提到 他讲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这个雪楼妇人就回去了 耶稣基督没有说 留下来 来我跟讲福音 来 你知道吗 有天我死后 上天我会终止你复活 那时候你要相信我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只是 表示他光心这个女孩子的肉体上面的需要 没有光心在灵性上面的需要呢 为什么呢 这个的记载 如果你好好地看的话 在圣经当中 是福音室里面 特别是关于雪肉妇人的记载 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 是一个很独特性的记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记载呢 是创插在另外一个的记载 一个的中间 比如说 有一个的故事 这个的故事呢 是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 这个故事突然中间的时候 跳出来的故事 然后继续继续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那个大弹故事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来看一下 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那边的时候 第五章第二十二节 耶稣就坐船到那边 去的时候第二十二节 有一个广会他的人名叫亚鲁 来进耶稣 俯复在他的脚前 再三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得活了 然后呢 耶稣就和他同情 有许多人拥挤着他 然后之后呢 才是有一个妇人 所以呢 之前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就会进去那边呢 是因为有个亚鲁 有个人叫亚鲁 他女儿病了 快要死了 他来找耶稣 然后之后呢 之后怎么样子呢 第三十五节 第三十五节 当耶稣就跟这个人讲完之后 跟这个雪洛夫人讲完之后呢 第三十五节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广会坛的家里面出来 就是那个亚鲁的家里面出来 说你女儿死了 何必劳动先事呢 耶稣就听了说这话 对广会坛的说 不要怕 小心 然后带着那个继续走 所以呢 他是在一个的记载当中 突然间把他突然卡了一半 为什么他会凸现在这边呢 他告诉这个 他带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巧合性的 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特别 他为什么不要是 雅鲁的女儿 那个记载讲了一个之后 然后这个雪洛夫人另外讲一个 为什么 偏偏把它加在这个里面呢 会不会是 他要这个雪洛夫人 好像得到了意识之后 让这个雪洛夫人 继续关心他的行动 关心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事情 你想想如果 你得到了这个意识 如果你是这个雪洛夫人 得到这个意识 而且呢 这个人如此的宽宏 当地对待你的话 那他接下来做的事情 难道你不关心吗 一定会很关心的 他就知道 原来这个人 他是要 这个耶稣 他是被这个雅鲁请来的 要去到他的家里面 这个时候他医治着我 所以我盼盼知道一下 他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耶稣基督就去到 这个雅鲁的女儿的家里面 然后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现这个女儿 已经死了 那这个女儿 几岁呢 你们有注意过吗 她几岁呢 四十二千 那归女 耶稣基督把她复活了之后 那归女立刻起来 他们就大大惊讶 归女已经 十二岁 那换雪洛的妇人 换了多少年的雪洛呢 十二岁 当中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连贯呢 我不晓得 但是我相信 在当中 必定有些的信息 要让我们看到 一个的妇女 她那个的妇女 她一开始 十二年前 她晃下这个雪洛的时候 她十二年 这个的痛苦 这个经历 这个的痛苦 就在这个时候 她遇见了耶稣基督 她生命得到了释放 得到了完完全全的一致 她得到了这个喜悦 十二年前 当她晃雪洛的那一年的时候 同样有个小女儿 荡人在这个世上 这个小女儿当时在世上 一定是受了一下 非常地恶苦的 是被她爸爸非常爱的 所以她爸爸看到她 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一个广汇堂的一个忧太人 居然会放在这个身份 去找耶稣基督 来请她来到表面 爸爸对这个小女孩 小女孩 是何德何德的爱 这个小女孩 不像是那个雪洛的妇人 在很痛苦地度过了十二年 这个小女孩 应该是非常快乐地度过了十二年 当时呢 同样的是 神命当中 来到了一个结局 就在那一同一天的时候 他们都遇见了耶稣基督 不管你人生当中是快快乐乐的 还是什么样子 或是人生是七七长长的 都不重要 再或者是 当你遇见到耶稣基督那一刻 你的生命 一定会得到更大更大的喜乐 更大更大的释放 更大更大的拯救 更大更大的意志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我盼望你能够 打开你的心 来认识 来接受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你的生命会从此不再一样 当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 我们不单单只是知道 只是相信 而且是能够用具体的行为 把它彰显出来 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就是要寻找拯救 这些世上 耶稣基督 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你的软弱 他知道你的需要 他更盼望 能够成为你的这个意志 当这里讲的意志的时候 不是提到的 而是你落体上的意志 而且最大的意志 就是能够让你的心 让你的体力 有永恒的盼望 你曾经与神隔绝了 你曾经不认识神 你曾经否认了神 你曾经与神是如此如此的遥远 你罪人不能够回到圣经的神那边去 那我们怎样能够回到圣经的神那边去呢 这个的创造 怎么样能够得到意志呢 这个的伤口 这个关系的剥裂 怎么能够得到意志呢 就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 使一个不配的罪人 能够回到 父神那边去 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行的 最大的意志 因为他知道 这个的血伦的夫人 觉得生命怎么样的好 有一天的时候 还是会老 还是会病死 但是 这个的 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他的灵魂 永远远远的 有永恒的这个旁盘 耶稣基督在乎 我们肉体的这些需要 他在乎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 最在乎的是 你是否与你打开你的心 来接受着他 神医 灵有永恒 这个人 感谢主 耶稣基督在这个 雅鲁女儿身上 行的这个神迹 大礼大顾目 大礼大顾目 你要亲起来吧 这个女孩子 从死里复活了起来 然后这个 你想想 这个是换雪儿的妇女 他一定是听到了 原来耶稣基督 他能够把这个女儿 这个十二年前 降神在世上 这个时候死了这个女孩子 让她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 对这个雪儿的妇人来说 生命是一个很大 很大的转变 我相信她会因此知道 耶稣不当然只是 那个 医生 行神迹的医治者 她会因此认识到 原来耶稣基督 她是能够 让死人从死里复活 那位生命之主 而如果我看圣经的话 继续看这个教会的相传的话 这个女人 她接下来 她到底去了那里 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圣经也没有讲 但是呢 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 把这个女人 看为是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的女人 包括 他们就提到了 耶稣基督 在走这个苦路的时候 Dia Dolosa那边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 有十四站的苦路 这个是 这个是天主教的传统 走苦路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 被这个十字架 要走上格塔的时候 从这个刑场那边 走去格塔的时候 一端的苦路走上去的时候 他们被分为十四站 有十四个station 每个station 纪念一个 每个station纪念一个 其中一个的苦路 其中一站的苦路 就是纪念这个 换血流的妇人 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她好好的陪伴着 然后就是她用那个 传说中 她用了一个手盒 然后为耶稣基督来插脸 插了之后呢 那个脸是不是 钉在那个手盒上面呢 这个是题外化 这个是一个 被神化的东西 当时呢 表现出处 这个女孩子 后来的时候 继续紧紧地跟随着她 而且到主后 第二十第三世纪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 有一个像 有一个像 然后是一个妇女 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个的妇女 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诉说的 就是这个血流妇女的 这个世纪 很可惜的 这个像后来的时候呢 被罗马他们 已经拆毁掉了 当时呢 这个血流妇女的 这个世纪 相信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 她不单单 只是那个时候 身体上面得到了遗兹 更重要的是 她信靠了耶稣基督 她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 她的信心 不完全 不完美的信心 却被耶稣基督说 女儿 你的信 救了你 是因为 她用她仅有的 不完全 破碎的信心 行出了最大 她能够行出来的事情 信心 没有行为是死人 她的信心 因为有行为 所以被耶稣基督说 是一个完全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祢 因为在我们 自理破碎的生命当中 主 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 你常常不断的受惯热 常常不断 在那边做遗兹的工作 阿爸父啊 恳去你代理这门 让我们 用我们仅有的信心 来回你的恩典 来回你的爱 阿爸父啊 更继续你教导这门 帮助这门 让我们信到 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信到 让我们愿意 用我们的行为 来彰显出 主 我们愿意更加更加的信靠 主 谢谢你 因为你是那最大的医治者 主啊 在我们当中 若是有肉体上面有关多的话 主 祈求你自己来做医治的工作 主啊 我们心里上面有很大很大的挣扎的话 主啊 可绝地帮助着我们 让我们从我们的话语当中 得到这个的建立 主 感谢你 因为你是那最大的医治者 感谢你不止医治着我们的心灵 跟肉体 感谢你医治了我们跟父神 这些破碎的关系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们同在 因耶稣基督的命 我们想欣赏这一切一切的祷告 阿们